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非常感謝今天很榮幸邀請到兩位來擔任我們HPV病毒衛照大使的一個推廣 其實我們也知道說傑凱是不是第一次參加擔任這樣的一個健康衛照的任務 是不是有什麼樣的心得可以跟大家說一下 覺得非常榮幸因為自己覺得很開心常常可以參與一些公益活動 那這次能參與這次代演的活動其實是一個我覺得蠻有意義的 因為其實周遭有發現很多的朋友 然後或是一些案例發現癌症離我們年輕人越來越靠近 那其實這次可以用一個證券方式來宣導一些證券觀念和一些周遭的年輕朋友們 然後用我們大家的力量然後宣導出去 其實覺得是一件很榮幸的事情 好 謝謝傑凱 那其實因為姿馬我也知道 菁英從事HPV衛照推廣了相當多年了 我想經驗也跟心得一定是更加豐富 今年有沒有什麼特別的感想要跟大家說 是 其實這是已經擔任了幾年 那其實我在第一年擔任的時候 那時候其實我自己知道這些觀念的時候還蠻驚訝的 那我當然覺得是一個非常棒的一個推廣 因為很多年輕人很多人可能還不知道 什麼是HPV 那什麼為什麼要施打疫苗 為什麼要定期檢查抹片 那其實這些觀念是非常重要 因為其實你提早預防 可以挽回非常多的遺憾 然後所以我覺得這樣的觀念需要告訴大家 那我在第一年代言的時候 我自己就施打疫苗 然後我就告訴我好多身旁的朋友 就是相關的觀念 我要喊我身旁的化妝師 然後髮型師他們都說 一直跟我說 欸 到底是怎麼樣啊 他們都很想打 連我自己的親姐姐 他在我代言第一年我跟他講這些觀念以後 他整得嚇到然後趕快去施打 就是因為這真的還蠻重要的 趁著年輕的時候你就要開始做預防 然後這些觀念其實不僅女生 因為HPV病毒其實在男生的部分也是會有的 所以等於是男女一起守護健康是還蠻重要的 因為其實我單元任了幾年的這個衛教大使 然後我從第一年開始就一直在呼籲身旁的所有人 包括我自己的可能親姐姐啊 然後親胖好友 還有我身旁的所有工作人員 就是連化妝師、髮型師 他們現在都非常的注意 然後都急著問我說要怎麼樣施打疫苗什麼的 就是其實這個觀念現在很多年輕人可能還不清楚 但是我覺得大家應該要多多去注意一下 因為這個還蠻重要的 所以對於自己或是長輩都是 那秀姐你覺得賈靜雯有這個觀念嗎 嗯 你有提醒他嗎 你有沒有貼心 嗯 他一直以來都很注重自己的身體健康 嗯 那我如果認識這些東西 我也會推薦給身旁所有的朋友 嗯 嗯 要不要透露一下白色情人節要怎麼過 工作啊 在拍戲 因為戲還沒殺青 所以沒有特別的想過要怎麼過耶 你不是很浪漫的人嗎 我不是啊 我一直以來都是比較務實的 然後希望可以健康就好 那他咧 還在拍戲 都在拍戲 嗯 嗯 先生那一天很高調的貼照片 這是你一向的作風嗎 一向的作風 這不是我第一次嗎 對啊 所以啊 怎麼會那麼高調這一次 沒有啊 覺得很珍惜身邊的人 一樣 對 那很開心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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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個 很值得 陪在身邊的人 然後覺得要好好珍惜 對啊 跟無童妹的相處非常的好 常常接送他 跟他相處怎麼樣啊 嗯 帶孩子辛苦嗎 嗯 很開心啊 很開心啊 對 累不累啊 會不會 還是小朋友很好搞定 不會啦 就是 就沒有什麼特別 對啊 就 反正能有時間相處 多陪伴家人啊 或是朋友都 會去珍惜這些時間 大方談戀愛以來啊 覺得 那個心情怎麼樣 都跟大家分享一下 嗯 因為他 你在旁邊笑很開心 他沒有大方分享 好啦 很開心啊 對啊 就是 也謝謝大家祝福 然後 也謝謝大家 給很多的關心 那 一切都很好 然後 沒有什麼 嗯 沒有什麼 不一樣的地方啊 對 因為 工作一樣要做 然後 日子也要過 嗯 只是多了一些 重要的人 陪在身邊 我覺得就是 值得開心的事情 嗯 那你有沒有打算什麼時候 要結婚 嗯 順其自然吧 對啊 有計畫表嗎 沒有沒有沒有 戲還沒殺青 然後 什麼都還沒有完成 其實很多事情都在 原本的人生規劃裡面 那 很多 不設限的事情 也沒有辦法去 預設太多 嗯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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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辛苦了 謝謝 你笑得很開心啊 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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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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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